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日 星期四 股市经过昨天大幅度上升后 今天再进一步推升 先看指数 含指早市先大幅高1,343点 到21,430 曾经一度见过21,471 但要计算数 由星期二的低位18,235点 开始计算 肯定有些高台回套 昨天买了今天就会走 前天买了更加不用说 所以今早曾经一度 指数轻轻反复到20,786点 但这刻 都在升699点 而最重要的是 今日的开市或高位 以至今早的低位 都走在10天平均移动线上 简单说 市已经出现了 技术上回稳的讯号 半日市恒指最后收到21,250 相对于昨天来说 升了1,163点 最重要的是成交金额有1,766亿 简单说 如果成交金额维持在一个 暢黄的情况下 市的动力是没有失去 市仍然有条件 因为成交金额是会走在指数前头 如果成交金额闯了新高 意味着更加高的指数还在后面 好了 有一些会问到 这阵上升 市有没有机会发展成为新一轮的升浪 直到现在这分钟 市是呈现了V型的回升 而且有大成交配有 真的有条件 慢慢组成一个短期的升浪 起码短期 不敢说中期 由于指数今天的走势 已经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10天线大概在2万520点 望高一点就摇20天线 大概在21,838点 即是指数能够在10天线上 技术上向上网 一定是20天平均移动线 持货 向上网之外 需不需要做一些风险管理 如果做的话 可以摆下10天线给大家参考 现在指数在21,250 10天线在20,520 这是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有一天指数再反复 而足球或跌穿10天线 老实说 那个分钟 形态上已经转弱 大家要留意 另外看成交金额 现在保持很暢黄 3,000多亿 如果某一天成交金额 明显收势或缩势 意味着市场不断向上推升 动力有少少防慢了 现在市场不是1,800,2,000 已经去到2,1,000多 再推上的就是20天线 高一点就是50天线 逐步向上推升 成交金额绝对不可以缩 这个大家一定要谈记 新经济股反弹的幅度很凌厉 好像腾讯那样 已经反弹了100元 阿里巴巴也反弹了30元 美团更加不用说 如果你现在这分钟 再高追一些中概股 你就有个心理准备 高台一定有些反复 你和我都会计算 如果真的有300多元 买到腾讯 现在这分钟赚20-30% 谁不懂得走货 对吧 你巴巴更加不用说 换句话来说 蜻蜓点水买些就无所谓 反而我觉得美国加息之后 好像匯控、渣打这些 我们轻轻可以看好一点 都不知道匯控、渣打、中移动这些 你不会像中概股那样 一升几十百% 想你都不用想 但是去到现在这一分钟 你又想赚钱 又要稳稳稳稳稳稳稳 老老实实 不妨考虑 好像汇控、中移动 甚至汇100-00盈富基金 这些稳忠求胜 不过步伐慢一点 星子今次有衍生工举 跟大家分享 讲的是941-22062 行使价55.6 到期日是今年6月 有效杠杠大约10.7倍 941在大约51.5 左右 22062这些稳量大约1.29 假设941可以去到55元 22062这些稳量 是有机会见1件2.6500 潜在的升幅大约1.85.46% 反过来 如果941股价轻轻受压 例如50元 22062这些稳量 亦会见1件6,9 潜在跌幅大约46.5% 相关资料是由星子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相关衍生工业的 街货条款是怎样 卡入星子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中午时间的分析 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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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